花蓮市十二個阿美族部落封年祭 在二十號是由 齊巴爾巴爾蘭部落畫下了圓滿據典 縣長徐正衛 市長魏家彥 還有多位的貴賓都到場共襄盛舉 領唱人員敲起木鼓唱出傳統歌謠 族人們以載歌載舞的方式迎接這場盛宴 這是花蓮市最後一場部落封年祭 二十號在太平洋公園 由齊巴爾巴爾蘭部落畫下圓滿據典 我們再次用熱烈的掌聲 來感謝縣長 活動中縣長徐正衛 市長魏家彥 及多位貴賓也一同到場 感謝部落族人自立文化傳承的努力 也期盼部落青年能夠從中 體會到祖先的智慧 因為地區較為是我們部落的公園 競爭的不容易 所以今天有這麼多的我們的好朋友 來認識文化以及手機部落 我要謝謝大家 再尊重祝勞 再加的重要 再次祝福我們這個花蓮 這個明天平安喜樂大公休 那在這邊也要跟我們所有的好朋友們呼籲 雖然說已經最後一場了 但是未來我們還有辦理各項的 包括語言的推廣 我們包括我們傳統的文化的一些編織的一些活動 我們都希望大家能夠參加 那最後也要跟我們所有好朋友們說 明年也希望大家都來一同參與豐年祭 我們希望疫情過後 我們能夠有更多圓民的一些活動 能夠告訴大家 希望大家一起來參與 花蓮市內的12個部落 從7月份開始相繼舉辦豐年祭 而接下來的太魯閣感恩祭 也將在8月26號登場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 屆時可以前往花蓮市扶輪公園 亦同共享盛舉 記者 許立芹 華蓮市報導